有一个非常清晰的 或者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 只要你翻一翻史记 翻一翻前汉书后汉书 翻一翻后来的隋书也好 唐书也好 宋史也好 然后你再翻一翻 直到最近的所谓二十五史当中 比如我们最近的一个史 就是那个青史稿 你会发现一个特别 特别触目惊心的 至少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一个经验 居然在这两千多年当中 我们的政治形态 我们整个社会的那种形态 没有什么变化 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件 几乎都是前一个朝代 或前几个朝代在重复 在不停的在重复 我们经常很自豪 说我们是一个世界上 唯一一个完整保留下来的 自己文化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民族 是这些都没有错 这些都值得我们自豪 包括我们曾经对人类做出来的 不管是四大发明也好 我们对陶瓷的使用 比如说我们对丝绸的这种使用 比方说我们的茶叶 甚至比如说我们已经 每天都在吃谁都不注意的那个豆腐 其实这都是我们对人类文明的一种发明 而且他们更人性化 更生活化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在这两千年当中 如果我们的政治形态和社会形态几乎是停滞的 它只是不停的在重复 没有什么发展 没有什么变化 没有什么进步 那我们是不是在政治上太幼稚了 说的再难听一点 我们是不是太弱智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一次一次遭受的那些苦难 是不是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 我们不能把它推到别人身上去 是不是 所以当中我们发生所有的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任何一个有出息的民族 他一定是在自己身上去找原因 我到底有什么事情 不对 我到底我有些什么样的缺陷 才导致了这样的一个不良的后果 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 所以在孙子兵法也好 在任何一个军事理论也好 他在讲一支军队 我认为也同样适用于一个民族 适用于一个社会 适用于一个国家 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在他想战胜敌人之前 他要做的一个最首要的任务 就是使自己不可战胜 使自己不可战胜 一定是包含着很丰富的内容 就是我前面曾经讲到的 孙子兵法当中提到的那些东西 你一定是你先做到了这一点 别人战胜不了你 你才有可能去战胜别人 否则如果你是个千疮百孔 一个群体 你是一个到处都是问题 到处都是毛病 你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没解决好的时候 你去和别人叫板 用今天的一句俗话讲 你是不是在找抽 或者说你是不是自己在找死 那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 我们历史上的很多势力 很多发生过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平心而论 这些势力和人民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在古代社会里边 人民是没有说话的权利的 那些重大的国策 都是由皇帝和他的 和那些斯大夫阶层们 是由他们来制定出来的 那我们就能看到特别多 随心所欲的那种势力 我们就能看到特别多 在找抽 或者说在找死的那种势力 给这个民族造成了极大的苦难之后 他们在煽动这个民族 把原因从自己的身上 给引到别人身 我们研究所有的历史 其实最终的目的只有这一个 就是在历史当中 寻找我们的不足 寻找我们的缺陷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 想办法弥补他 想办法去纠正他 然后让我们变得更完美 而绝不是在历史当中 寻找一个为我们自己歌功颂德的东西 好 我们下次再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